但是是否代表了炒股票炒了這麼多年 嘩 厲害了 贏到開行呢 不是啊 都是輸的 那為什麼在投資市場打滾了幾十年都是輸呢 因為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問題 問題在哪裡 他就不知道買了某個地產股 OK 重貨的他還要強調 很重貨啊 現在我什麼位置追貨 不是問主持人呢 嘉賓呢 各位網友 久不久我都會拍一些Club 財富BB班的會訊 跟一些未加入的朋友講解一下 究竟我們Club 有什麼最新的更新 也有一些未加入的朋友對於這個 course 或者對於財富BB班有些問題 所以久不久就跟大家見一見面 聊聊天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意見 其實也很歡迎大家留言一下 這個節目主要在YouTube會放在財富BB班的YouTube Channel 只要你訂閱了的話 就可以留意我們一些最新的進展 當然也會上載兩個Patreon平台 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財富BB班就是小弟Kelvin去創辦的一個 你當一個課程也可以 有一個會籍也可以 其實就是加入了之後 有很多關於理財投資的資訊 希望跟大家一起去累積財富 這個target是 如果你是就算由零開始 因為我接觸到很多新的朋友 都是說我由零開始學 這樣可以嗎 非常之好 就是這樣最好 由零開始慢慢學會一些理財投資的想法經驗 說這麼多 怎樣做呢 有幾個方法 第一 我本身有一個Patreon平台叫CC工作室 CC工作室 這個Patreon平台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這個平台已經開啟了好幾年了 其實由19年開始 已經是五年了 很感謝很多網友 一直不離不棄的支持 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Patreon裏面 現在多一個級別 叫做財富BB班 就可以收睇了財富BB班 或者加上其他的所有節目內容 這個財富BB班 我都要看貓子 我都要看貓子 就是55元美金 你覺得我不需要看其他節目 我只是想理財投資 有另一個Patreon平台 可以適合你們 這個平台叫做財富BB Club 它只是有財富BB班的內容 每個月美金45元 大約是三個月 如果你想聽聽其他節目 加多10元美金 就可以在第二個Patreon 就可以聽所有的節目 一放了之後 你可以收睇到三個小時的基本講義 三個小時的基本講義 再加現在已經去到二十多堂的補給課 由二月開始到六月 大約四個多月 已經拍了二十多堂的補給課 這些補給課 就是用來回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或者有些其他題目 深入談吐 或者突然間當時有些大事發生 相關的事發生 譬如Crypto 等於大升的 AI股大升的 我又會做一些補給的資料 還有一些特別企劃 譬如財富論壇 財富論壇 我會請一些不同的嘉賓 上去分享一些和理財投資相關的知識 例如第一位嘉賓就是大觀役的David 第二位嘉賓就是Crypto的佛爺 第三位嘉賓就是Dr.5 第四位嘉賓就是Jasper Lo 以上那麼多的內容都聽死你了 再講一次 三小時講義 再加二十多堂的補給課 這裏我估計超過一百個小時 我估計超過一百五個小時 有沒有那麼誇張呢 有啊 有半三十 沒有那麼多 我估計十幾個小時 再加上財富論壇 你只要一加入就可以收聽 有些網友說 我不想加入做會員 也有單購的 你可以單購三小時課程 你可以單購一至十五堂的補給課程 因為這是之前較早時間推出的 還有一個就是三小時再加十五堂補給課程 接下來會不會再有單購這些財富論壇 或者補給課程 會 會再慢慢推出 但是要一些時間 所以現在加入的最好的方法 都是加入Patreon 剛剛最新一集的財富論壇第四集出了 所以我就很有啟發 我覺得很精彩 就找老sir去說 究竟怎樣看Trading炒業 我們開心分享營經濟 有些重點 我這裡就和大家分享 當然我覺得 你當然是聽了這集的節目 你才會得到怎樣講的重點 但有什麼重點呢 就是散戶很喜歡斷炒 老sir的一句真的很好笑 他就說 在他眼中很多都是亂炒 為什麼呢 因為相對交易員 是有專業的訓練 專業訓練不用說知識的什麼 主要是關於discipline discipline是牽涉計劃和執行 什麼叫散戶亂炒呢 就是我憑感覺 有人說我就買了 買了多少是不知道 買了之後 打算擺多久是不知道 總之你期望一買到就發財 升到什麼時候走 不知道 得出來的結果 很多時候 就是贏一顆糖的輸間錯 很厲害 突然爆升 有些心思思想走 輸的不想走 贏的贏少少走 是不是 各位 剛剛炒股票 你手上還有十隻八隻 死掉了 輸兩成三成四成 擺到那邊做什麼 一走 又怕他升 不走 又坐在那裡 經常都會問 怎麼看這東西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是不是想混一混他 跌又想混一混他 升又想混一混他 然後盼望混完之後 就會馬上回家鄉 好厲害 是不會的 這些叫超現實 這集的重點就是這樣 為什麼散戶 通常都輸 有幾個死因 老sir有說 你幾個死因 做齊了就死了 為什麼我想做個補充 其中我們Club友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Club友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買股票 買ETF 是不是都會用月供形式 如果供完之後的資金怎麼處理 供完的資金怎麼處理 在我的補給堂裡面的資產分貝 會分享 我也會再詳細回答我們現在的看法 但是我想說回月供這件事 又回回老sir說的炒戶書的重點 其中止蝕是很難做的 尤其是你買股票 說的容易 說的容易 為什麼這麼難做呢 因為你買了去 就是那個心理 他一輸 股票一跌 你不是想想止蝕 可不可以追回他呢 老sir不同 因為他炒期貨 你一定要止蝕 因為槓桿太大 100點就是100點 200點就是200點 這也是很違反人性 因為要你認輸 為什麼我會贊成月供的方法呢 第一 月供這件事 其實是根據你的收入模式 你說我的錢 比較有定期的計劃 比如每個月投資每個公司 其實你兩個星期都可以 不過就密了一點 兩個月就太遠了 月供是一個比較好的出發點 月供的好處 就是你有機會錯 就是讓你去錯 你不要裝一聲 整個股票扔下去 你… 你… 首先 你要定一個月供的金額 你要看看你的投資料裡面 比如你有多少資產 假設我100萬 100萬可能一節我放在債券 這一節我放在股票 長遠上我最後可能要達到五成是股票的 OK 那我就用月供的方法慢慢做 你一砍就把五成放進去 譬如五成裡面 你分開十個月 就逐個月儲 這是未算你有的收入 如果你有收入的話 其實就可以再… 這個資產的錢放進去 然後你的收入又放進去 OK 我們都想買完之後馬上升 但我們是不知道它 什麼時候升到什麼時候 以及跌到什麼時候 以及邏輯上面 究竟你的股票應該跌的時候買還是升的時候買呢 這個考慮你了 所以我們盡量 盡量我們的出發點不是價格 價格是重要 但我們出價格擺在第三位 第一位我們都是看這個股票 或者這個ETF 這個主題有沒有前景 它的盤數有沒有期 是不是繼續有錢賺 現在是的話 我們覺得這間公司這個主題 可能打後五至十年 因為我們長線投資 五至十年 都是想擁有它 你就可以用一個比較不受價格波動的方法 慢慢月供它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做法 再講具體一點 例如說 我有100萬 假設50萬買債券 或者50萬會撥去債券 有 假設有50萬 預算之後我會買股票 我又將這50萬 可能除十分 再加我自己 收入的五個百分之十個百分之 就拍下去 每個月 就選股票每個月 買每個月 這樣的好處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選中了的話 你就慢慢累積下去 你就不會想怎樣走 你就不會想吃糊 除非它突然爆升 很不合理地爆升 另作別論 更大的好處 是讓你去錯 還有你可以走 因為你只不過用你十分一 那塊錢 先扔下去 然後 過了兩三個月 其實你就會很快知道 這隻股票拿不拿 你拿得輸不舒服 但很多朋友就是 我只爭招值 一買就要贏 通常一買就輸 然後你就七上八落 溝不夠好 走不走好 回到家鄉 你給點時間自己觀察 認識朋友也要觀察 讀書也要觀察 為什麼你整個身家 扔下去買股票 你期待一買就有見效 你吃藥也要觀察 你吃維他命也要觀察 是不是 你吃維他命丸 你給一千幾百元 吃保健丸 你都過一年半載 你才會奠定他對 還是不對 其實股票也是 股票也是 股票也是 你投資了下去 會否合適合你 你都要給時間觀察 或者會不會有更好的代替品 你用月工的方法 第一個好處 你投入的資金少些 你要認錯要走 要翻身 都有機會 不要講 如果買了股票 他已經升了很多 長線投資 我們要做到的 就是不要被一隻股票拖死你 這個在我投資心理上也有說 不要被一樣東西拖死你 你中九鋪都沒用 這也是老sir說的 很多散戶就是什麼 很厲害 中這鋪又中 那鋪又中 中的贏少少 一鋪輸就輸了 這鋪一鋪輸 就是因為那隻股票價值跌一成兩成 你不走 再看再跌 陰跌的線稅 陰跌你今天不斬 明天不斬 後天不斬 你看很多中概股都這樣 跌了八成九成 怎麼搞呢 但是如果你月工幾住 兩三個月後之後 長期低一成兩成 你要走 OK不要緊 因為他都只是你其中一個 可能你有十隻股票 或者五隻股票 五隻股票裡面 你已經分到這麼散了 講些具體數字 譬如你五十萬 我拿來買 我每個月就供 譬如八千元 八千元我買四隻股票 二千元 二千元我供了兩個月 四千元 四千元輸了三成 一千多元 OK就走了 這個是 為什麼我會贊成大家用月工 嘗試初時進入這個投資世界 然後回答各位Club有問題 所以股票和ETF 是不是都月工呢 是 因為都是投資項目 不要說股票和ETF 所以就算有Crypto我也是月工的 因為 ETF其實都是一個投資 投資你都要觀察 你都要儲 你都要儘量避免價格波動影響你的投資 如果他三個月 假設不斷插 又插 又插 那你可能要考慮走 他的基本因素 是不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 或者是否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如果他三個月之後 不斷升 就繼續月工 然後你等三至半年 你就會看到你的投資率慢慢增長上去 這是我們追求的投資過程 然後中間就不斷選擇更好的股票 西進一些不好的股票 因為沒有絕對答案 今天好的股票明天可能不好 明天可能後日可能不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投資概念 就是每月定期一個儲蓄 一個投資 投資的分散風險 然後細水長流 就是要維持一個制度 設定好月工 放進去 我們做其他事情 除非你很喜歡炒東西 那你就可能學一下Cup Sir 學一下老sir 學一下文感Sir 學一下怎樣短炒 但是很多可能好像我一樣 其實我們不喜歡炒東西 我們喜歡投資 但我們不喜歡炒東西 那就用這個方法 然後選了股票 選了ETF 設定月工 每個月工 久不久看看他 價格是否正確 剩下一些資金怎麼處理的話 所以在財富BB班裏面 我會另外再開一集補給課堂 去跟大家分享 還有其他問題未回答 就跟大家分享 另外剛剛出了一集 最新的財富BB班的內容 就是講高息股票ET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用剛才所講的方法 聽這集只有兩個方法 一是JohnCC工作室的財富BB班Patreon 兩個Patreon 任君選擇 希望和各位網友一起努力累積財富 好 有任何意見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留言 我也會看 OK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 各位財富BB班的Club友網友大家好 財富論壇第三四集經驗面世 第三集請來資深的債券投資者Dr.M 和大家分享投資債券的經驗和重點 第四集請來商品外匯期貨的資深交易員 Jasper Lo Lo Sir 分享交易心得 為何會輸 為何可以贏 另外還有三小時的講義 和超過二十堂的補級堂 歡迎加入馬上收看 今天開始 你再投資